她曾经是家电连锁巨头的嫌内主 在丈夫唠叹入狱之后呢 她简区长发 大夫掌管千亿帝国 两年前她上榜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商界大咖 就是黄光玉的妻子杜娟 黄光玉的传奇故事很多 但如果没有杜娟 她的传奇故事或许早在九年前就以家人而止 2008年黄光玉设罪被带走调查 杜娟和杜娟的传奇故事很多 和丈夫一道深陷领域 这场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 将她的国美岁月一分为二 两年后法院判决黄光玉设非法经营罪 获刑14年 此时国美内部有虎视丹丹 想要上位的小姑子 以及野心勃勃想要分得股权的新总裁成效 外有竞争对手苏宁 眼看着丈夫辛苦打下了江山 马上就要变更主人 杜娟突然一改 以往小绵羊的性格停身而出 据知情人爆料称黄玉前夕 杜娟这样对丈夫说 没事老公 你出玉石 我会给你一个更好的国美 在此之前 杜娟只想做一个贤妻良母 在此之后 杜娟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女超人 她对外斡旋备恩资本 连走试图夺权的成效 成效离开之后 杜娟重新扩大了新的董事会 对内安抚管理层 创遍革新 事实显示 杜娟是个极具管理天分的女人 在她的努力之下 国美连续15个季度盈利 杜娟还清了之前欠下的8个亿 她还迎回来12个亿 让黄光玉在2013年 以200亿的资产 登上了国问白富榜第39位 到2017年 国美的总资产 已经达到1490个亿 这一年 杜娟还和董明珠 一起做了一场网络直播 吸引了4000万的观众 获得了10万多的评论 此举一下打破了国美和格力 十年不合的矛盾 发解了将军 所有这些江山 都是杜娟一步步打拼下来的 既可做丈夫怀中的温骁软玉 也可帮她抵挡千军万马 正因为有杜娟的守护 黄光玉一身的心血 才不至于白费